所以現在其實歌手 在發新專輯 新作品的時候 都要想一些梗 對 像哈琳哥這個就是 大家跟著他一起跳這個猴子舞 對於那個舞蹈印象就很深刻 是 但最近大家就是有 對一件事情就是有點嚇一跳 就是我們的阿妹 她是在16號刪關她的臉書 跟IG所有的貼文 為什麼要這樣 大家想說怎麼了嗎 為什麼突然消失了 對 大家會有這樣的疑問 對 這會有一點點讓人擔心 不過這也成功的 讓大家就是焦點放在 天啊 阿妹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更重要的事情要發生呢 沒有錯 因為她要出新專輯 妳剛剛那樣講我還以為 就是她把臉書買下來 什麼之類的 沒有 到這樣子 很誇張的新聞 沒有 就只是她是 有新作品要誕生 讓大家來看一下 張小妹小姐 迷蒙眼神對鏡頭放電送飛吻 這是天后阿妹兩年前 第一次開臉書直播 這是我的朋友 這是我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獻給妳 之後阿妹就很常開臉書直播 跟粉絲互動 只是16號凌晨卻無預警 刪光臉書和IG帳號的照片和PO文 讓粉絲都好奇究竟發生什麼事 連結阿妹的臉書帳號已經無法載入 還有IG也變成尚無貼文 一片空白 先前阿妹曾經在IGPO上多嘴影片 也曾在自己的演唱會上 開直播全場同樂 甚至是在演唱會後跟粉絲們分享心情 我今天太哀了 我忘了明天後天還有燃場 只是這無預警 刪光PO文的行徑 先前泰勒斯也曾經發生過 當時她刪光四個社群帳號貼文 讓粉絲一頭霧水 事後才發現原來是為了替新專輯造勢 這一次阿妹是不是如法炮製 經紀人陳振川回覆平原媒體 因為17號中午阿妹新專輯訊息 就要曝光了 想要回歸到一個安靜純粹的歌手身份 決定搞消失重回空白 徹底安靜36小時再開始說故事 究竟烏魯裡賣什麼藥 很快就能見分曉 體育別新聞黃照康申請走